不是好来五个每个人都能离婚,人们对名人婚姻的期望值并不高,这是因为有很多名人夫妇因为一时兴起而结婚,结果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所以,当名人夫妇成功的维持了几十年的婚姻时,这真是太神奇了,这25对名人夫妇绝对知道怎样才能让婚姻持久,但是好莱坞最长的婚姻是什么呢? 我们从200多对好莱坞中选出了25对最持久的名人婚姻,排名第一,25,杰里和杰西卡宋飞。 从1999年开始这位喜剧演员在《宋飞传》中出演了好几年,这部电视剧是季杰瑞宋飞传《杰瑞传》之后的又一部寻找真爱的电视剧,由于角色的挑剔,这些关系都没有成功,但在现实生活中,宋飞的爱情生活要比大多数爱情关系稳赢得多,杰西卡宋飞和杰西卡宋飞是在健身房认识的。 据说杰西卡宋飞为了这个喜剧演员离开了她的第一任丈夫,两人于1999年结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分别叫萨莎、谢托德和朱丽安。 虽然杰瑞宋飞经常在这里招待喜剧演员喝咖啡,但他们的家庭很私密。 杰西卡宋飞是一位食谱作家,也是GOOD加基金会的创始人。 24、1998年起,辛迪克劳夫和兰戴哥伯,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1、998年,这位超级名摩和这位食油商人,在一次婚礼上相识,当时他们与不同的人交往。 从那以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Bresley和Clier他们跟随母亲的脚步做模特。 23、从1997年开始,史密斯和贾达·平克特·史密斯这两位演员都是叶有成,家庭美满。 1997年结婚,但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威尔·史密斯向太阳报透露,我做过很多婚姻咨询。 婚姻中发生的事情,一旦你做了咨询,真相就会到白。 考虑到这对夫妇的感情还很好,看来心理咨询已经奏效了。 22、莎拉·杰提卡·帕克和马修·布罗德里克。 从1997年开始这两位纽约演员自1997年结婚,并遇有三个孩子。 我真的很喜欢我的丈夫,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Sara·杰提卡·帕克告诉Rexy的杂志。 当我想到长期计划时,我总是说,好吧,我和他会坐在那边的椅子上。 21、修杰赫兰、Hugh Jackman,和戴波拉里弗内斯。 Deboro里弗内斯1996年起这两位澳大利亚演员于1996年结婚,并遇有两个孩子。 那么,这位金刚狼的男演员,对于结婚二十多年有何感想呢? 他对艾伦德杰尼勒斯,艾伦德杰尼勒斯,说,哇,真的很感激在发生任何事情之前见到他。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无论是荧幕上还是荧幕下,我们都是一起完成的。 二十、瑞秋佐伊和罗杰伯曼。 从1991年开始这对夫妇一起主演的《真人秀》《瑞秋佐伊计划》,他们的婚姻既是他们的事业。 两人在同一家餐厅工作室相识,七年后结婚。 现在他们经营着一个时尚和藏心帝国。 19、凯文培根和凯拉赛奇维克。 1988年开始这两位演员自1988年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 当凯拉赛奇维克出现在你以为你是谁上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关于他和他丈夫的怪事。 我只是发现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他带大卫来特曼深夜秀。 Late Show with David Lattman。 节目中说,他发现自己和丈夫是第十位愿望表现。 他接着说,这有点令人难过,我不会撒谎。 18、迈克尔·杰伏克斯。 Michael A. Fass和特内希波伦。 Tracy Pollen。 1988年开始这对家庭扭蛋的联合主演。 从1988年开始结婚,并育有四个孩子。 那么,他们维持长久婚姻的秘诀是什么呢? 根据人物杂志的报道,克雷西波伦说,互相给予肯定的好处。 有很多次,当你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有争论,这和他做了什么活,说了什么真的没有任何关系。 这是我如何把他投射到自己身上的。 17、汤姆·汉克斯和利塔威尔逊。 1988年开始这对夫妇曾一起出演过几部电影,包括西雅图·纪维年。 他们与1988年结婚,育有两个孩子,似乎是诚实让他们的关系运作起来。 汤姆·汉克斯在播客中说道,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彼此幸福的秘诀,而且这一直都是真理。 16、朱利亚·路易斯的瑞福斯和布拉德霍尔,从1987年开始这位副总统的女演员已经和这位喜剧演员结婚30年了。 他们有两个孩子,两人是在西北大学的即兴表演课上认识的,他们还在周六晚上一起去了Lifelive,然后走下了红地台。 15、马克哈蒙和帕姆·道伯。 自1987年起这位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明星,自1987年起与穆克与明迪的女演员结婚,并遇有两个孩子。 帕姆·道伯 帕姆·道伯 实际上认为他们的婚姻维持了下来,因为他放弃了演戏,他告诉一体,我不认为两个人可以一直在演艺圈工作,并且保持婚姻关系。 我做了你的演艺圈,能做的所有事情,然后我有了孩子,然后我就会说,我不会追求成名的事情。 14、杰米·里克蒂斯和克里斯托弗·盖斯特。 1984年起,这位女演员从1984年起嫁给了编剧兼作曲家,他们有两个孩子,并向其他夫妇提供非常简单的建议。 不要离婚。 杰米·里克蒂斯在今日节目中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可以写一本关于婚姻的书,叫《别离开》。 13、杰米·里查兹和帕蒂·汉森 从1983年开始这位摇滚歌星,从1983年起就和这位模特结婚了,他们有两个孩子。 这对情侣在约会时就有一些非常可爱的故事。 基斯一直在给我婚姻磁带,他会在上面画出漂亮的图画。 帕蒂·汉森在接受时尚巴莎采访时说,这就是他的交流方式。 12、戈尔迪霍恩和库尔特·拉塞尔 1983年起库尔特·拉塞尔和戈尔迪霍恩并没有合法的婚姻,但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无法阻止自己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有一个混合家庭,其中一个儿子是怀亚特·拉塞尔迪霍恩并没有合法的婚姻,其中一个儿子是怀亚特·拉塞尔迪霍恩并没有合法的婚姻,其中一个儿子是怀亚特·拉塞尔迪霍恩并没有合法的婚姻,其中一个儿子是怀亚特·拉塞尔和保利塔·华盛顿,从1983年开始丹尔和保利塔·华盛顿自1983年结婚,并遇有四个孩子,当被问及他们是如何在一起这么久的时候,保利塔回答说,我们的信仰,他继续说,没有什么是魔术,只是工作,眼人插 他话说,我找到了一个好女人,这是第一件事,你只要继续努力,是,奥斯和沙伦奥斯本,从1982年开始这对主,明的夫妇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一起涉足了音乐产业,电视真人秀等等,尽管他们一直保持着婚姻关系,但这并不是一般风顺的,2016年,奥斯奥斯本被曝对妻子不忠, 似乎沙伦奥斯本打算离开他,但他还没有申请离婚,两人于2017年出众,新许下了离婚誓言,9.Danny DeVito和Rio Polman 1982年开始就对马蒂尔达的搭档自1982年结婚,并遇有三个孩子,他们的旅程也很艰难,他们于2012年分手,2013年重归于好,最近,Danny DeVito Danny DeVito在CBS新闻频道CBS News上透露,我们没有离婚,但我们分手了,是的,希望他们能在此和解 8.约翰尼卡什和琼塔特卡什 1986年到2003年,这位创作型歌手与琼塔特卡什结婚17年,两人育幼一子,不幸的是,他在2003年去世了,但在那之前,约翰尼卡什在他65岁生日那天,给他写了一封行书,你仍然让我着迷,给我灵感 他写道,你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你是我渴望的对象,是我存在的首要理由 7.赛妙尔·杰克什和拉塔尼亚·理查森 1980年起这两位艳员即将结束40年的婚,因,这并不总是一发风水 但赛妙尔·杰克什三牛六·扎克森说,他的妻子和女儿让他戒掉了毒瘾,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非常重要 他说,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拯救自己,这样你才能为那些你爱的人服务 他们让我明白了这一点,这是伟大的 6.梅利尔·斯特里普和唐古墨 自1978年起就为奥斯卡得主与妖宿家结婚,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两人育有四个孩子,现在,他们的女儿们正追随梅利尔·斯特里普的脚步 多年来,斯特里普在各种获奖感言中,向她的丈夫发出了动人的呼喊 他在2012年奥斯卡班奖典礼上说 首先,我要感谢她,因为当你在演讲结束时感谢你的丈夫时 他们用音乐把她演奏出来 我想让她知道,你是我的生命中,我最珍视的一切 5.比尔和卡尼尔·考斯比 从1964年开始迪尔·考斯比自1964年起与制片人结婚 两人育有五个孩子 他们长久的婚姻使许多人感到困惑 因为有几个女人站出来,指责这位喜剧演员强奸了她 然而,他们仍然在一起 4.乔治·博恩斯和格雷西·艾伦 1926年到1964年 这对夫妇,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杂耍表演 并最终一起做广播 他们还和乔治·博恩斯和格雷西·艾伦一起上了电视 他们结婚直到格雷西·艾伦去世 而乔治·博恩斯,没有再婚 3.保罗·纽曼和乔安尼·伍德·沃德 1958-2008年上世纪50年代 这两位演员在白老汇制作的野餐中相遇 最终在拉斯维加斯喜结联礼 他们还一起出演了电影《漫长炎热的夏天》 他们结婚直到2008年 保罗·纽曼取世并有孕个孩子 而奥西·戴维斯和卢比蒂 1948-2005年 在奥西·戴维斯 于2005年去世之前 这两位演员已经结婚50多年 他们的爱对身边的人来说意义重大 以至于他们的孙子 穆塔·阿里·穆罕默德 穆塔·阿里·穆罕默德 和卢比蒂 一起制作了一部 名为《生活必需品Life as Essentials》的纪录片 介绍了这位女演员和他们的婚姻 一、杰里·斯蒂勒和安妮·米拉 1954年到2015年 这两位演员的婚姻 一直持续到2015年 安妮·米拉去世 他们有两个孩子后来成为演员 本和艾尔米斯蒂勒 杰里·斯蒂勒在米拉去世后 公开了他们的婚姻 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 我们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即使我们不听 我们也希望能站在观众面前 让观众开怀大笑